嗨,大家好 今天能来教大家在GrassHoppen里面产生数字序列的方法 那我们如果要产生数字训练呢 可以到set底下这里 我们选择这个sequence标签下面有一个series 然后另外一个呢是range 这两个电池我们都把它选取出来 series在这,range在这 series呢它是产生一个数字串或者是数字序列 然后range呢它是在特定的范围里面对数字产生间隔 好,我们可以来给它写一下笔记 我们到这个parameter底下这边有这个utility的标签 我们选择这个scribble它在这里 好,有的时候如果看到一个电池啊可能不是那么快的可以想到它的内容或者是功能 或者是说将来你可能电池接了很多的时候你想要针对某一个特定区域去做标记的话呢 都可以用这个这个来做文字的叙述 好,我们就直接点它 然后这边就可以打我们要的 这里的话呢可以调整你这个标签的这个大小 然后这边可以选字体 好,那刚刚提到说series的话呢它是产生数字序列 或者是数字串 好,好,我们就按ok 然后range的话呢它是在一定范围内产生数字间隔 好,把它稍微移下来一点 那我们先来看series这个电池哦 它前面有三个参数分别是start,step跟count 表示着说呢我这个起始值是多少 你看它现在这边预设是0 然后step的话呢就是间隔 你这个数字的间隔是多少 然后count的话是表示说我要产生几个数字序列 就是我等一下这边series这边output出来呢 总共会有几个数字 那我们这边前面先给它一个panel版 它这边start是0嘛 那我们这边我们也先打0 我们先方便大家观看 所以我们也在外面对它进行标示 那step的话这边是1 我们这个时候改成用slider的方法 我打一个1小于10的范围 好,然后把它送进来 那count呢我们这边先输入10小于20 好,然后让它停留在10的这个位置 好,然后我们用panel版在这个series后面 我们来看一下把它范围拖大一点 好,你看呢我们现在start起始值是0 所以呢我这边第一个就是0,对吧 然后呢我的step间隔是1 表示说我每一次要加多少 所以我每次都是加1加1 所以我0加1是1 1再加1就变成2 2再加1就变成3 好,所以呢如果我这边改成2的话 你看它就每一次都变成是加2了 那同理我这边也可以是加小数字 或者是加负的,负的数字它就会越变越小 那count的话呢是表示说我这边的output 总共会产生几个数列 所以你看这边是0到9 总共是10个嘛 所以它这边就是10个 并不是说计算几次的意思 是产生几个数列 我们稍微往下一点看哦 看这个range 它呢是在特定范围里面产生数字的间隔 所以你看它这边第一个参数是domain 它是一个范围 就跟我们这边前面是直接打一个数字的 那种参数方法是不一样的 它是domain 然后step的话呢是表示说我要做几个等分 好,那我们这边前面给domain的方法呢 我们可以用panel版的方式给它 我们这边呢一样先照着它预设打 我们打link to 1 记得中间要有空格 好 然后step的话呢 它现在这边是10等分 我们先小一点 我们先打个4 就好 好 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后面这边 好 你看哦 它现在这边是在0到1的范围里面 我们去做4等分 好 来看一下 0到1的范围里面做4等分 1 2 3 4 好 好,所以呢它这边的话呢 它整个数字串它其实会包含到 最后这个 最后这个 也就是说我除了前面这个0的话 这几个等分的 然后最后面这个数字也会被包含到 所以呢我 我如果是做4等分的话 我最后会得到的数字 是5个数字 所以它跟上面这个series是有一点差异的 好 这个应该可以理解 那我们直接来做一下范例 我们这边呢 那我们把这个range的domain 我们把它改成0到10 0 to10 然后step呢呢 我们一样像上面这边这个slider 它范围是10到20嘛 我们重新给一个10到20的slider 好,然后把它送进range的这个step里面 好 好了之后呢 我们用这个数字列 我们可以来让它产生很多东西 我们最简单的呢 我们先来产生点 好,我们如果要画点的话呢 我们到vector底下这边 我们选择这个construct point 在这个位置 好,点的话呢 它就是会包含xyz的坐标嘛 所以这时候呢 我们如果把后面这个0123456的这个数字 我们直接把它送进x 好,看一下 我们就很快的产生了这些点位哦 它其实呢 我们用panel版看 你看哦 所以这时候呢 我们这边是产生01234的这个序列 然后我们是把它送进x 所以呢 其实我第一个数字是0嘛 它就会直接在x这边 会产生不同的数字 所以这么一来呢 我就会产生这几个不同的点位 分别是x是1的 x是2的 好,诸如此类 那这是很快产生点位的一个方法 那接着呢 我先把后面这个panel版删掉 我们可以在这个点上面呢 我们来画线 那我们之前画线的话呢 我们都是用这个line嘛 我们这次画另外一个 我们用这个lineSDL 好,把它拖拉下来 在这个位置 这个的话呢 就不是用两个点来画 它是用一个点 然后一个方向跟线段的长度 来做这个画线的动作 好,所以呢 你看一下它这边 起始点的话是空的 然后它预设的这个方向呢 是往Z轴长 长那个高度 然后length的话呢 它现在预设是长一个单位 好,那我们现在直接把这个 contract point的这个点呢 我们把它送进lineSDL的star 好 那你现在看它每个都往Z轴长的一个单位嘛 那这时候呢 我们把我们刚刚这个series 01234的这个序列呢 我们把它送进lineSDL的这个length 好,你看 这样子呢 我们就产生了一个这样子 有逐渐变大的这个线了 所以呢 我们同时利用这个这个数列 我们来产生了这个点 然后也产生了这个线 所以呢 其实数列它在gresshopper里面的应用是非常广的 好,我们接着呢 可以来调整一下这个series里面数字的数量 它现在是10嘛 我们可以稍微往右边拖拉让它多一点 你看这个点的数量也会跟着变多 然后这个lineSDL的这个长度呢 也会跟着越变越长 所以它其实是有点像这样子阶梯式的 你可以试着改一下它这个这个间距 它现在是1嘛 我们可以把它改成2 它就会变得是比较松一点的 然后同时呢 它最后的这个高度也会变得比较高 好,那这个的话呢 是很快的产生这种数字串的方法 那接着我们用range来试着做做看 我们呢 把这两个contract point 还有lineSDL选取起来 然后我们按住alt键往下复制 好了之后呢 我们先把上面这边窗选起来 然后我们选择这个隐藏 好,那我们把这个原本的这个x的坐标 我们把它替换成range的这个output 然后在lineSDL的这个length呢 我们也把它替换掉 好,好了之后呢 你看一下哦 它这边的点位就是11个 有没有 原本这边的是10个 所以它就是会有点不一样 那接着我们可以试着调整一下这个range的这个间距 你会发现它就是在一个特定的范围里面去做不同数字的间隔 它其实跟series的这个差别是还蛮大的 好,那以上呢 是针对series跟range产生数字列差别的一个介绍 好,我们来回顾一下 今天呢 我们教大家怎么样子在grace happen里面产生这种特定的标记 然后呢 有介绍series跟range之间的差异 那最后呢 我们用lineSDL来画这种渐辨式的这种线 好,那这是今天的案例 喜欢的话帮我按赞订阅或分享哦